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帕克苏翁以及女军官事件的最新后续 7月24号 帕克苏翁向首尔西部法院提出了 要求亲哥哥夫妇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 帕克苏翁的法律代理人对媒体表示 一开始本来要求的赔偿额是86亿韩币 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到 帕克苏翁的个人银行账户也被挪用了 因此赔偿金额也增加到了116亿左右 而目前首尔法院也接受了 帕克苏翁对亲哥哥夫妇提出的 扣押80亿规模的财产申请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早就该依法做个了断了 做得好 帕克苏翁说过 真心道歉的话财产可以一半一半的分 但是那个个却拒绝了 可能帕克苏翁的父母现在也会责备帕克苏翁说 怎么可以对自己的亲哥哥那样 法院都接受了帕克苏翁申请的财产扣押 这场诉讼实际上帕克苏翁已经赢了 希望到最后都能有个好结果 下个消息是 在结婚登记当天 结束自己生命的女军官事件中 因为对受爱者女军官二次加害 威胁强迫等嫌疑被拘留的副官 昨天在国防部的军事警察大队收容所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不是直接对女军官做坏事的那个人 而是强迫威胁女军官 想要把这件事情就这么掩盖的那位上司 而因为这个人的极端选择 所以对于这个事件的二次加害等掩盖的真相 也很难继续调查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这会不会是上司在切尾呢 有这种勇气的话 一开始就帮助女军官的话该有多好 绝对不要美化没有接受惩罚就XX的人 他们只是一个狡猾的人而已 是有最起码的良心呢 还是只是想逃避呢 最起码的良心 逃避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可爱的消息 韩国游泳的未来之星 参加这次奥运的高三选手黄森奴 虽然在今天的200米自由行 最终拿下了7位 但是在前一天的预赛 创下了韩国新纪录等 带给了韩国游泳界巨大的希望 而随着黄森奴在韩国的人气急速上升 黄森奴的书访内容也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喜欢Blackpink牵你跟一级野� 现在可能会认出你了 哇那就太好了 结果在今天决赛之前 一级成员野� 在埃及现实动态上传了这样的贴文 马上就要尽心的决赛 加油 我也会姻缘的野� 野鸡应该是看了黄森奴的采访 成功的粉丝 看来是喜欢猫像 野鸡好善良好可爱 黄选手加油 现在可能会认出你了 哇那就太好了 结果在今天决赛之前 一级成员野鸡 在埃及现实动态上传了这样的贴文 马上就要尽心的决赛 加油 我也会姻缘的野鸡 野鸡应该是看了黄森奴的采访 成功的粉丝 看来是喜欢猫像 野鸡好善良好可爱 黄选手加油 黄选手加油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庞瘫再次超越了庞瘫 美国时间7月26号 庞瘫松生蛋的Botter 再次登上了皮鲁的哈白的一位 根据皮鲁的发表 庞瘫松生蛋是在皮鲁的史上 首次以自己的歌曲接力拿下一位后 没有让我给其他歌手 再次用之前的歌曲 登上一位的歌手 复杂吗 拍手就好了 你说的是像这样吗 今天太阳真大 突然好伤心 突然好开心 好伤心 好开心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下支影片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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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